大家好,我是夜猫动画的放映员小西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剪刀石头布的故事。 美丽寂静的森林中有一座光秃秃的石山,在阳光的照耀下,石头逐渐变成一个巨人。 这天,她觉察到山脚下似乎有什么异样的动静,于是趴在悬崖边探头一看, 远处竟然飞来了一位布仙子,她娇笑玲珑,非常美丽,而且还拥有神奇的力量,能让花蕾瞬间绽放。 石头对她一见钟情了,可就在这时,剪刀人正在摧毁这片森林, 她生性邪恶残忍,喜欢将眼前的一切全部切断,现在距离布仙子越来越近了。 石头想提醒她,结果手一滑,整个人从山顶滚了下去,恰好来到布仙子面前。 可现在状况非常的紧急,已经来不及解释了。 石头让布仙子跟着自己逃跑,但对方不为所动,她着急地抓着布仙子的手, 结果手掌竟然受伤了,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,但危险的剪刀人离他们越来越近。 布仙子只好跟着石头一起逃跑,两人迅速穿过森林, 可最后被一座山挡住巨路。 而没过多久,剪刀人也来到这儿,双方都特别惊讶, 但很显然,剪刀人对布仙子产生了兴趣,内心迫不及待地想把她剪了。 看到心爱的花被踩,布仙子生气地冲了上去, 结果对方一挥手,她就秒跪了,现在只剩下石头。 然而,剪刀人的伤害对坚硬的她来说只是挠痒痒, 布仙子昏迷步行,让石头很着急,为了快点结束这场斗争, 她奋力一跃,把剪刀人砸了个粉碎。 一切平静下来后,石头连忙来到布仙子身旁, 此时的她生命垂飞,华丽的衣服也破破烂烂, 而且石头一碰触她,身体就会马上裂开, 这种伤害是致命的,但为了让布仙子活下来, 石头还是忍着疼痛把她抱起来,徒步回到森林里, 尽管石块已经散落一地,但布仙子还是安全回到诞生的地方。 阳光治愈了她身上的伤口,虽然和石头不能算真正的认识, 但这个大个子为了救她而牺牲自己, 这样的伤痛是无法修复的。 众所周知,石头剪刀布是个猜拳游戏, 而用充满奇幻的画面将这个普通的游戏展示出来, 也是不错的观感体验哦。 好了,我们下期见。